大家好,我是张旭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机缘新活,绽放鲜活生命力 机缘新活是一款能够帮助大家 从细胞层面抵抗衰老的全新产品 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 从我们细胞的层面 也就是构成人体的基础上 源源不断地给我们的细胞 换发新的生命力 让我们欣欣向龙,活力满满 这个名字如果您感觉不好记 我平常沟通的时候也管它叫爱散 其中这个散就是细胞的意思 这个爱就是更抹科技感的细胞了 今天我会先跟大家聊聊 关于衰老的一些看法 也会跟大家分享现在科学界 对于抗衰最新的研究的结果 同时也会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的这个SL是如何帮助我们去实现抗衰的 那好,首先提到衰老 应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衰老可以说是每个成年人都会有的一种困扰 或者说也是都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想到衰老呢,大家往往就会跟这个疾病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有很多人他并不是怕衰老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衰老往往伴随着疾病 怕遭受痛苦 所以我们说嘛,健康的长寿才是大家真正期待 那现在咱们大家生活都好了 国家也提出来了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纲药 而这其中就特别提出来要提高人均的健康预期寿命 那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平均寿命 今天已经达到了77.4岁,接近78岁了 但是呢,大家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健康寿命大约才只有68、69岁 而这中间差的这9年10年说明什么 就说明很多人生命的最后10年 可能是以不健康低品质的生活方式来度过的 那大家想啊,持续10年的低品质的生活 那这是大家所期望的长寿啊 那您通过这张图,大家你就可以看出来 那人到了三四十,他走到了人生的这个顶峰 那然后可能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可能关节不太好了,行动变慢了 那再到了年长,可能就以后需要主拐杖了 甚至到老了,那我们认为坐在轮椅上 甚至躺在床上,那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啊,我一想到这些 说实话内心还是心生很多感恩与敬畏 这个感恩的是呢 说咱们今天还能拥有这个宝贵的健康 而为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可能都要尽快的需要规划自己 未来几十年的这个健康 我记得金融界呢,有句俗话 叫做你不理财啊,财不理你 我觉得是不是咱们也能借鉴一下 就是你不理健康,这个健康它也不理你 所以我说健康呢,也需要我们来及早的规划 因此呢,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提出一个身灵这样的概念 那大家你以前呢,可能没有想过 也没有听过这个词汇 想到的都是年龄 但是您会发现啊 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 怎么有的人就很年轻 看上去不像五十,不像六十,不像七十 那在这里我就要告诉大家 其实年龄可以不等于身灵 而身灵比年龄更加的重要 那身体的衰老呢,大家可能会直观的 想到的都是什么,头发白啦 皮肤长皱纹啦,长老年斑啦 等等这些 那么这是外表大家容易看到 那还有一些咱们大家不容易看到的 比如说咱们的记忆力啊 血管啊,骨质啊 以及力量啊,精力啊 大家不一定都能够直观的看到 但这不等于它没有衰老 那你比如说记忆的衰退 你会发现那就是潜移默化的 以前可能还能轻松的背下一本书 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发现几个知识点都不容易记住 那以前去超市 我可能把一天要买的菜我都能买下来 但今天如果没有一个记事本或者小纸条 它可能每次都会忘记呀 那大家呢,总把这个老糊涂老糊涂啊 说的很多 所以往往呢就会觉得 这个老糊涂它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但是大家您也要看到 那身边那还有很多老了他也不糊涂人呢 那他们的差异在哪呢 那然后呢,我们也总认为 这个老了以后 他就应该力不从心 就应该经历不如年轻人旺盛 没有错 但是呢,你也会发现 同样都是老人 这个经历也大有不同 那他们之间的区别又在哪呢 那大家啊,您可以通过这张苹果的图 我相信一下子就非常容易了解了 就像这个苹果 大家您能够看到的 往往都是 就是表层的破损和衰老 而实际上它深层的 底层的已经开始衰败了 那人呢 这个整体 它就是由一个一个的细胞构成的 那人的衰老 它自然就是从细胞的层面开始的 那机体的细胞都衰老了 那细胞可能都已经分裂到了极限的次数了 那这个时候 你单纯的只是从表面上 你比如说我要做一些什么控制 做一些什么延缓 那确实也有用 可是呢 还是希望大家 你对衰老的认知 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 而是应该向内去思考 向更底层的这个方向去思考 想一想 如何能够让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细胞 都能够保持年轻 对此呀 这个科学界的研究是什么呢 在2023年啊 在科学界有一个非常顶尖的杂志 他就叫做Sell 发表了一篇研究衰老特征的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就是针对过往 大约30多万篇衰老相关领域的研究 总结了跟衰老相关的12大特征 而这12个特征啊 都是被充分研究了 并且同时要满足三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衰老的时候 确实会表现出来这些特征 那第二呢 就是如果你恶化这些特征 它就会加速衰老 第三呢 就是如果改善了这些特征 就可以延缓衰老 当然这12个衰老的特征呢 不好记 大家您也不需要记 那我们做了一个分类 主要就是第一层 或者说第一类 或者说第一大维度都行 就是跟细胞的组分相关的特征 那这其中包括了基因组的不稳定啊 DNA端粒的磨损啊 蛋白质稳态的丢失啊等等 那第二层 第二类呢 那就是与细胞功能相关的特征 比如包括线维体的损伤 营养感应的失调等等 那第三层呢 就是细胞的外部的微环境相关的特征 包括脉性的炎症啊 以及肠道菌的失衡等等 那就是这三大类 三层三个维度的问题 那我们呢 就来简单的说一下 这其中的一些特征 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 先说第一层 就是细胞组分相关 比如说DNA受损 DNA呢 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图纸库 它的稳定 就负责了所有细胞的正常生长 那如果DNA受损了 就相当于这个图纸全都看错了 那就会造成这个基因突变 直至影响细胞的正常生长 而细胞的这个不正常的生长呢 它往往产生的 那当然就是癌细胞 那受损的DNA是什么样的呢 我记得我以前呢 讲这个彗星实验的时候说过 我们把DNA这种双螺旋的结构 比喻成就是你的一个麻花 大家你可以想象 一个没有被攻击的麻花 那它可能就比较容易保持完整 而一个DNA 如果它遭受了氧化的这个攻击 造成了损伤 以后它碎了 那它可能就会边走边掉渣 一走一大片 拖着这样的一个长长的尾巴 那这不就像彗星一样吗 所以顾名思义 那谁的DNA的尾巴越长 那肯定是这个人的DNA 就越衰老越危险 那第二层呢 也就是第二个维度 就是细胞功能相关 那我们以前 也在讲腐微Q10的时候 会提到这个线粒体的受损 那线粒体啊 它其实是我们人体细胞里的一个发现机 大家咱们坐飞机的时候 你可以往外看 就看见过那种灯火辉煌的城市 也看见过那种星光寥寥的城市 那对比之下 大家就能够有直观的感受 灯火辉煌的城市 那自然它就会有一种活力旺盛 能量充足 或者电量满格的这种感受 那人呢 其实也是一样 咱们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熬夜熬个两三天 都不在话下 但是你发现年纪增长了 你别说熬夜 你晚睡一会儿 可能都感觉非常疲惫 那可能两天都恢复不过来 那这里啊 大家的感受 它是一种主观的感觉 实际上呢 它就是对应着我们细胞里的 一种物质基础 就是线粒体的能量 线粒体呢 影响了我们整体的新陈代谢 那另外还有一个感受 那就是年轻的时候 可能我一顿吃个两三晚饭 它也不容易胖 但是你发现 到老了 你再吃个半满 那可能就容易长胖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发电厂出问题了 它消耗不掉 消耗不了这么多煤炭 所以那你这些煤能量 自然就堆积在仓库里 那第三层呢 就是跟细胞所处的这个微生态相关 那大家对炎症 往往呢 都把它想象成是一种需要治疗的 细菌的感染 但实际上啊 炎症是病理学上的 一大类表现的统称 并不一定只有感染 才会引发炎症 我们身体里还有很多 叫做非感染性的炎症 你比如说脂肪 囤积在这个肝细胞里 其实那就是脂肪性肝炎 就是脂肪肝的血名 那比如说动脉周样硬化 也并没有细菌进入血管里 为什么它会发生硬化呢 其实就是因为高血压 等等外界的刺激 导致了血管内表皮细胞的损伤 然后才一层一层的 挂上了血脂 胆固醇 然后再一层一层的长死 其实呢就是一种 由胆固醇构成核心的 慢性的炎症 所以啊 细胞所处的环境 对细胞的健康 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跟咱们人一样了 你天天好水好空气 你跟那个天天有毒作业的 那个寿命肯定是不一样 那么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都有哪些因素 会导致这种衰老呢 那你比如说环境污染的问题啊 空气的污染呢 水的污染呢 对吧 在饮食的方面 其实食品安全也是一个大问题 那再加上呢 如果一个人经常爱喝酒 爱吃肉 饮食啊 也是都是高糖高质 尤其我讲过啊 这个中国人最爱吃的 这个油炸碳水 而且啊 还是这个高Omega6的油 去炸那个精细的碳水 那你想 那这不就是我们人体 炎症反应高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吗 那它对整个机体的这个内环境 肯定就是会有影响 所以啊 咱们中国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很高 肿瘤的发病率也很高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压力和睡眠 那你比如说胃癌啊 就是一个典型的 跟抑郁的情绪 密切相关的一种种 而我们啊 胃癌在咱们国家 发病率也是非常高 你比如说还有乳腺癌 甲状腺癌 现在发病率也很高 啊 它也跟那种 就是特别要强的那种性格啊 密切相关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实际上 大家不知道 当您产生压力的时候 咱们机体里啊 很多的这种激素啊 信息素 它的水平是会发生变化的 当你体内的激素发生了变化以后 可能就会让机体爆发出很多的自由气 甚至有的时候啊 在人愤怒的时候 机体里就会有大量的自由气的爆发 就像那个大家 你可能看过那个科幻片里的那种 地球被那个陨石啊 枪林弹雨攻击的那种画面 那您就想想啊 这就像是自由气在攻击下的那个细胞 那我也实话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体内天天都有细胞 在这种密集的攻击下发生突变 那只不过呢 数量可能还没有那么多 机体可能还能消灭的过来 能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那就没事 但是万一哪一天啊 这个数量太多了 那难保有漏网之余了 注意那这就是一个病灶 开始发生发展 那它就将来真有可能 会给咱带来点颜色看看 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事了 那总之呢 还是希望大家 你能够记住 在细胞的这个层面上 这12个特征 划分的这三大层面啊 三大维度 细胞组分 细胞功能 和细胞微环境 如果这三方面当中 有一部分改变了 那它都有可能导致 细胞的衰老 活力的减退 但如果 咱们能够想办法来干预 这三大类 三大层的某些特征 那就有可能 让细胞能够保持 年轻的活力 能量满客 那怎么能够找到 是什么东西能够帮助咱们 改变这个过程呢 那我们植物研发的专家们 那他们的科研团队 就发明了一个全球独家首创的 叫做神农系统 那这个神农系统啊 它是非常全面的 系统的一个数据库 里面包含了自然界当中的 数百种的植物草本 以及58000多种的植物成分 以及跟这些植物和植物成分 相关的大量的分线 把它们呢 全部都纳入到这样的一个 系统化的数据库当中 然后再通过我们科学家 建立的这种高精密的算法 形成大家就能看到一个模型 那当我们需要在某一些维度 来进行功能的整合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拿出一个更科学 更可靠的配方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把抗衰 在这三大层面上 就把跟抗衰老密切相关的 天然的植物小分子 进行了一个整合 找到了能够针对衰老的 这三个不同层级的科学的配方 所以我们叫它黄金换火矩阵 它有一个英文的名字 叫做BATMM-5 这个5就是指五种植物化的成分 它们分别是头皮素 卢丁 墨石子酸 柔花酸 以及史车菊素糖肝 这是我们的研发团队 独家创新组合的 五种抗衰的植物小分子联盟 那么它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通过实验 来看一看它们是如何对细胞的整体 以及细胞的衰老 这三大层级 我简单的说也可以叫三枚一体 或者叫一体三层都行 就从这多个维度上去对抗衰老 寄退衰老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实验 就是预防DNA的损伤 那在同样的电力的吸引下 一个健康的DNA 那么这个光点它就比较聚焦 但如果是遭受了氧化攻击非常多的这个DNA 它就会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碎掉了的这个麻花一样 它后面就会拖着长长的尾巴 那大家通过这张图 就可以看到 这个受损的DNA和正常的DNA当中 最明显的改变是什么 就是受损的DNA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那其实这就是DNA受损掉落下来的那些碎片 那我们来看一看 抗衰老的植物营养素 这个植物小分子 它能改变到什么情况呢 我来给大家看这张图 那我们在细胞还没有受损的时候 我给它一组加了史车菊素糖肝 而另一组不加 那同时你给这两组都施加压力 经过24小时以后 大家看 没有任何营养素的这一组 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个DNA的尾巴 而加了史车菊素糖肝的这一组 你发现DNA的形态 还是跟原来的DNA形态一样 那这就说明史车菊素糖肝 能够保护这个DNA不被破坏 那对于那些已经被破坏的DNA怎么办呢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实验 那这就是柔花酸对于DNA的修复的实验 对于已经受损的DNA 那我们加入这个柔花酸24小时以后 大家您就可以看到 DNA的尾巴很明显的缩小了 那说明了什么 就说明这个柔花酸 它还能够修复已经受损的DNA 好了 我们说完了DNA的实验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 在细胞功能方面的研究 就是线粒体的实验 那我们这里是用了一种特殊的 荧光染色剂 那在这种染色的方法下 那这个线粒体 如果它能量旺盛 它就会显红色 如果它线粒体的能量不足 电位不足 它就会被染出来是绿色 所以大家你就可以看出来 在左边的这个图中显示的 就是只加了这个线粒体受损剂的这个组 那主要呈现出来 你看就是绿色 而右边的这个图呢 我们加入了线粒体受损剂的同时 还加入了狐皮素来保护线粒体 于是很明显 在用了狐皮素的这一组 基本上都被红色布满了 可以说是仍然能量满满 而没有用狐皮素的这一组 基本上你看到红色的斑斑点点就很少 那么红色越多 就说明这其中健康的线粒体是越多的 它的电位是更高的 那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狐皮素对于线粒体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那再来 在改善细胞微环境的方面的实验 那我们呢检测一种炎性的因子 叫做肿瘤坏死因子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经过七个小时的时间 使用了墨石子酸的这一组 比没有使用的这一组 炎症因子减少了28% 而使用了卢丁的那一组 更是减少了3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这个黄金幻活矩阵 独种植物小分子 把它组合在一起 看看它们能够在减少细胞衰老方面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也有一个实验 大家就可以看到 用了黄金幻活矩阵的这个实验动物 跟没有使用的相比 体内可以检测到的这个衰老指数 我们这个实验仅仅6天的时间 就减少了16%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的机缘新活 也就是SL这个新品 它都有哪些优势呢 第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配方的科学可靠 通过刚刚这么多的实验 大家您就可以看到 我们从三大维度层层进户 不管是卢丁 墨石子酸 绒花酸 无极素 还是这个使河极素糖肝 或者还是这五种小分子的 组合起来的光金幻活矩阵 它们在细胞层面 都能够改善衰老的特征 新手起来 法相的抗衰 目的就是能够从整个细胞的底层 来帮助我们人体 延缓衰老 保持活力 那第二个优势呢 就是通过这五大精粹的植物能量 天然安全 这五大精粹 是我们神龙系统里面 研究的非常多的五种植物 分别是铁皮石窟花 罗槐 鱼干子 红石肉 跟野鹰梅 它们共同提供了我们刚才说的 靶相抗衰的这些植物小分子的成分 比如说 胡皮素和卢丁 就主要来自于铁皮石窟花跟活怀 而柔花酸和墨石紫酸呢 主要就来自于鱼干子跟红石肉 而野鹰梅是吃车局素糖干的主要来源 那大家 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五种植物的一个简单的组合 那这个组合其实是获得了专利的 而且我们在这里面 是有很多的研究和技术的支持 你比如说 就拿这个铁皮石窟花这一种原料来说 那我们的科学家 是首次发现了 它对于抗糖化抗衰老的功能 并且这个研究也获得了业内的高度的肯定 大家您可能听说过 铁皮石窟是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 但现在由于自然的繁殖的成功率很低 所以野生的资源几乎已经没有了 那已经成为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了 所以咱们的科学家 就通过这种仿生的种植 还原了铁皮石窟的这种生长的爱好 在悉心的呵护 在我们的这个金牌有机农场 让它们坚持更自然的生长 比如用山泉灌溉 我们不使用农药 不使用人工的化肥 还专门配置了天然的酵素和益生菌 就是为了帮助这个铁皮石窟 能够健康的 更像天然环境般的去生长 那相比这个石窟呢 其实石窟花是更加珍贵的 因为通常大家都知道 这个铁皮石窟 更多的您了解的是它的那个茎 但是那个铁皮石窟 它开了花以后 它那个茎里面的营养成分 就基本都供给那个花了 所以它的花朵呢 虽然可能很小 但是植物营养素的含量 其实是最高的 可惜的是啊 这个石窟花的花期很短 可能只能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 才开这么一次花 而且采摘的时间呢 你如果过晚 它也会导致这个石窟花 它就腐烂了 所以基本上每年呢 采收石窟花的这个季节 可能只有短短的这么一个多月 而且呢 它要好几百朵铁皮石窟花 才能萃取出来一克的 我们的铁皮石窟花的这个精脆 那这个产品 那在吃的时候 那咱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首先大家你要看到标签 你就会看到啊 它上有婴幼儿孕妇 及哺乳期的妇女 不宜食用 这样的字样 那这主要呢 是因为我们的原料啊 包含了这个饮银煤这种植物 那在我们国家啊 对于新食品原料呢 它会有一些法规上 对于人群的这个用量的限制 那目前法规的这个限制 是每天的食用不超过10克 而我们呢 大家将来见到的这每个条包 它其实是三颗的银煤 那你换算下来呢 基本上啊 我每天不超过三包 就是可以 但其实啊 这个野婴煤在北美地区 它都有比较长的食用的历史 大家呢 你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 只不过啊 就是我们的法规 从风险预防的这个原则上 它有了这样一些的规定 那另外呢 也要嘱咐大家 您在平常的冲调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你每一个条包 用50毫升的温水冲调就可以了 别用热水 那还有一个 因为啊 它是一个全身的细胞层面的 抗衰的这样一个植物的小分子联盟 那抗衰嘛 那自然是每日必修啊 所谓健康不分早晚 对不对 同时呢 我们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呢 我们所谓抗衰指的都是 跟同年龄的人去比身体 比如啊 我50岁 那我要开始抗衰 我不是要让我50岁变成20岁30岁 不会的 大家别想了 那我50岁 我要跟同为50岁的人去比较 如果你注意了抗衰以后 你可能50岁你看上去 就像一个30多岁的人 这已经就是非常巨大的成功 而且大家你一定相信啊 如果您在50岁以后的 这个20年里 你又坚持了抗衰 你一定会在60岁70岁的时候 要远远年轻于您同年龄的人 这才是抗衰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至于说我们的机缘新活 这个SL 跟我们其他的产品 那又如何去搭配呢 大家注意 作为一个非常基础的 非常底层的细胞级的养护产品 机缘新活 这个SL 可以说它可以跟很多的产品 组合在一起 比如说 它可不可以跟以往抗氧化的产品 搭配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的 微生素A C E 这个三剑克 联手抗氧化 那没有问题 那它也可以跟我们的基础营养素 你比如说蛋白质 多维多矿 也可以 因为细胞 它也首先要把原料 补充充足 然后它再发挥更好的功能 那再结合中医的层面 因为传统医学的理论 它更强调 补气养血 顾本培圆 资因安神 对我们的整体状态的提升 也是非常好的 那再有呢 你比如说 有的人去关注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组织 可能这是大家更关注的一个自身的需求 那大家可不可以进行一些个性化的搭配呢 完全可以 那你比如 我更关注皮肤的养护和抗衰老 那我也可以加上 就像一代白质 你比如说 我特别在意心脑血管 以及全身血管的健康 那我可以搭配上 鱼油 茶足 卵连质 那如果说 有的人 我就想那条外痒 它还可以再加上 外用的 一些抗氧化的 小橘灯啊 等等这些 从内到外 多维的抵御全身的衰老 所以有了机缘新活呀 咱们可以说是从根源上 换活的细胞 那么再搭配我们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 来帮助绽放更多生命的精彩 那也非常希望我们所有的 安利的朋友 都能够通过这种 又那条又外痒 从细胞的这个基础层面 让我们的身灵 变得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小于您的年龄 我觉得有这么一句话 说得非常好 您负责想象您的人生 而我们负责让您的身灵 跟上您的想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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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